就在云香离开金陵去扬州的第二天,南宫豪也依照云香信中的指点赶到了金陵。 在金陵一家偏僻的客栈一环门容貌秀美的年轻公子见过面后,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往杭州。 全然不知柳公泉与南宫放,一直像两头猎犬一般悄悄地尾随着他。 他去杭州干什么?南宫放对大哥的举动有些疑惑。 柳公泉却满是兴奋地道,咱们跟着他就没错,他一定是去勾公子香。 柳爷为何这般肯定?南这搜有些奇怪。 柳公泉不敢泄露与南宫豪秘密见面的年轻公子,就是与公子香关系暧昧的明珠郡主, 指得敷衍道,直觉,凭我办事多年的直觉,公子香一定是通过同伙约南宫豪到杭州见面,拟定下一步的计划。 他远离扬州,是为安全考虑。 南宫放回往扬州方向,总觉得大哥的举动实在有些掉虎离山的味道。 不过他在心中盘算半赏,怎么也想不出公子香有什么理由要将自己调离扬州? 儿子在南宫府受到严密的保护,难道公子香还想冲进府中,抢人不成? 南宫放不可思议地摇摇头,觉得这想法实在是荒谬,只得对柳公全道。 好,咱们跟上去,看看公子香葫芦里面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三天时间匆匆而过,虽然一直没找到南宫放,但南宫瑞不想再耽误下去,更不想为支点小事就得罪京中豪门。 他立刻拆人去请云香和苏宁玉,并找出了尘封多年的地契洛家庄的地契。 当云香用自己从木马山庄和红韵大赌方弄到的钱,加上以前所有的积蓄,买回失去多年的地契时, 心中自然激动万分,这激动多少表现在了脸上,让南宫瑞完全误会。 他笑道,以云公子的精明能干,接受这木马山庄后,并能让他起死回生。 多谢南宫宗主吉言,再下定不会让这地契再次从我手中失去。 云香说完立刻与苏明玉一起告辞,丢下一脸疑惑的南宫瑞,怎么也想不通他话中的深意。 南浙府占地极大,云香与苏明玉在南宫府老家人的引领下穿过九区长廊,正要经过大堂出门而去, 突见地的轻影,一晃而至,拦住了二人去路,二人一见之下都是一惊, 其呼,二公子。 来人不是别人,正是南宫世家二公子南宫爵。 只见他衣衫破旧,蓬头垢面,脸上神情痴痴呆呆,完全不复先前那冷力潇洒的模样。 只见他双眼迷蒙遥望天边,嘴里喃喃念叨,破不了,怎么也破不了。 话音未落,他突然波剂而刺,见光大盛。 苏明玉盲将云香挡在身后,拨刀挡住四下乱刺的长剑。 二人刀剑相击,如鱼打芭蕉掰一阵极响,南宫文终于收剑后退, 惊讶地贺问,何人挡我精神乱剑。 苏明玉收刀戒备,心中暗处吃惊,没想到南宫爵看起来痴痴呆呆, 剑法却快得不可思议,完全不亚于自己。 他暗虚了口气,抱拳道,二公子别来无恙,是你,苏明玉。 难怪有如此快刀,南宫爵终于看清了对手, 接着又认出了苏明玉身后的云香,不由事声惊呼,云公子, 你怎么会在这里? 二公子,这是老爷的客人,你可不能冒犯。 领路的家人连忙道,云公子与苏公子刚与老爷见过,老奴正要送他们出门。 云公子不能走。 南宫爵连忙道,我一直想向你请教,如何将心中的剑意化为手中的剑气。 那老家人还想阻拦,南宫爵已将他推开道, 云公子现在是我的客人,你就当已经将他送出了府门,我现在又把他请回府中。 你的职责已经完成,去忙别的吧。 那怎么行? 老家人还要阻拦,只见南宫爵长剑一抖,闪电般刺向老家人胸口。 云香剑状不由一声轻呼,南宫爵却若无其事地道,你在这里歇息片刻,免作爱手爱脚。 老家人浑身将直立在当场,中间处却并无伤痕。 云香看得莫名其妙,苏明玉却是暗自则舌。 这首已见风学,气达静脉而不伤人的本事,苏明玉也能做到, 但要像南宫爵这样使得轻描淡写,却是千难万难。 南宫爵收起长剑,对云香恭恭敬敬一拜, 云公子,在下自从上次败在你六脉神剑之下, 对公子早已佩服的五体投地, 一直想向公子请教那一化气,以气为鉴的奥妙。 今日难得与公子巧遇,还请公子随我去在下的住所, 向公子请教一些见到的疑惑。 云公子今日没空,改日再说吧。 苏明玉连忙阻拦,他知道云香那六脉神剑是怎么回事, 这一请教岂不穿帮? 南宫爵若得知被云香骗了这么久,那还了得。 苏兄刀法高强,在下以前也有请教之心, 不过在见过云公子的六脉神剑之后, 才明白咱们锁链都不过是有形之兵, 与云公子比起来,完全是两种境界。 南宫爵摇头叹道,今有云公子在前, 我对苏兄的刀法已不感兴趣。 我现在是向云公子请教,你拼命阻拦,是何道理? 苏明玉暗存若不教他击退恐怕难出难功夫, 他不禁手握刀柄,淡淡道,二公子严重了, 你要向云公子讨教,不如先向在下讨教。 南宫爵闻言,嘿嘿一笑,手握剑柄道, 那好,我就击败苏兄后,再向云公子请教。 二人衣衫无翘耳骨,场中杀气一触即发。 云香剑撞连忙拦在二人中间, 对南宫爵拱手笑道,请二公子带路, 我这就随你去你练功之所。 南宫爵大喜过望,连忙拉起云香就走,太好了。 云公子愿指点在下,实在是我南宫爵天大的恩人。 云香对苏明玉使了个眼色,让他不用担心, 苏明玉阻拦不及,只得皱着眉头尾随而去。 三人穿过刀驱长廊来到后花园, 一路上南宫爵都在不住询问剑道的金药, 云香只得用前人留下的一些剑道上的领悟敷衍。 南宫爵因强留客人,不敢让人发现, 一路上只去偏僻处走,已避开家中奴仆。 云香随着南宫爵转过一座假山, 就听花园中传来一个依稀熟悉的声音, 立刻就引起了他的注意。 吴妈,家家一生下来就体弱多病, 看了不少大夫都不见好转。 明日是药王神诞辰, 我想带他去药王庙求个签, 许个愿,你说好不好? 夫人,公子临走前交代, 不能让家家离开南宫府一步, 老爷恐怕也不会同意。 咱们悄悄带着家家去, 药王庙就在城里, 咱们快去快回, 不会有人知道。 这, 吴妈,求你了, 你也不愿看着家家一直病下去吧? 好吧, 我让我家那口子做点准备。 说话间云香已经转过假山, 看到花园上那个抱着孩子散步的女人, 她浑身一颤, 想要回避已经迟了, 不由愣在那里。 那女人也看到了云香, 顿时满脸晒白地将在当场。 二人无言对视, 神情复杂, 伴赏也无法挪步。 男公爵奇怪地看看二人, 开口问道, 弟妹, 你认识云公子? 不, 不认识。 那女人慌忙低下头, 抱着孩子匆匆就走。 男公爵转望云香, 云公子认识老三的五姨太。 云香勉强一笑, 有些面善, 像是我儿时一个青梅竹马的朋友, 不过显然在下是认错了。 方才多有失礼, 忘恕罪。 没事, 没事, 老三的老婆太多了, 我都有些认不过来。 男公爵立刻将此事丢开, 向前方一指, 那就是我的住所, 一向僻静无人, 不怕有人打搅。 云香神情恢复了平静, 心中却是万般疑惑, 想不通赵心仪为何会说不认识自己。 既然她多次与男公放勾结算计自己, 难道还会为自己掩饰? 方才只要她一声喊, 自己就别想再离开男公府。 云香百思不得其解, 只得随男公爵来到花园身处那座孤零零的小木屋, 木屋十分简陋, 与男公府的大气奢嚎格格不入。 木屋中简陋得有些过分, 甚至没有一张桌椅板凳, 除了一张床和满地的书柜, 就没有任何多余的家事。 云香与苏明玉学着男公爵的样子, 在地上盘膝坐下, 苏明玉打亮着木屋中的陈设, 微微点头探道, 难怪二公子剑法快如闪电, 只有极简, 才能极快, 也才最有效。 二公子已将剑道上的领悟融入生活中, 并在下由衷探服。 男公爵不以为意地摆摆手, 我这点领悟在云公子面前, 实在不值一审。 我始终想不通, 云公子如何能将心中剑意, 脾为无形剑气, 杀人于无痕无忌之中。 我不会。 云香坦然道, 不会。 男公寓意证, 满是疑惑的皱眉苦思, 半晒后恍然大悟, 云公子的境界果然远超我辈, 将剑气练到无痕无忌, 却还自觉尚未入门, 也只有这等虚怀弱骨的博大胸襟, 才练得成六脉神剑这等天下无双的剑法。 云香忍不住哈哈大笑, 二公子误会了, 我是真不会。 不会什么六脉神剑, 也没有什么无形剑气, 我这辈子就没有练过任何剑法, 连剑柄都没摸过。 男公爵呆地望着哈哈大笑的云香, 云香傻傻地问, 云公子这话是什么意思? 树在下鱼鲁, 实在领悟不了。 你领悟个大。 云香忍俊不住, 笑得捂住了肚子, 你都知道简洁至上, 为何总要去揣测 我言语背后的深意, 何不照着最简单的途径去理解? 就是我方才所说那两个字, 不地。 男公爵渐渐有些明白了, 却还是忍不住问, 那你当初为何能击败我? 还于不知不觉间削断卫履头发。 云香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捂着肚子边笑边喘道, 见过比你笨的, 但没见过笨得像你这么可爱的。 我骗你呢, 还不明白。 见男公爵依旧有些疑惑, 云香只好将当日的情形连笔带话说一遍, 没有半点隐瞒。 男公爵脸上一阵青一阵白, 突然拨剑一跃而起, 苏明玉方才就连连向云香识眼色, 谁知云香毫不理会, 她只得暗处戒备。 见男公玉身形方洞, 她以拨马而起。 谁知男公爵实在太快, 她以不及阻拦, 只得将无影风抵上男公爵后心。 哪知男公爵对无影风不管不顾, 却将剑锋抵在云香咽喉之上, 毕生喝道, 你耍我。 原来你是在耍我。 信不信我一剑宰了你? 没错。 云香对男公爵的威胁视而不见, 依旧笑意盈盈, 你就算现在杀了我, 那一场败仗也永远无法改变, 我一想到那日的情形就忍不住想笑。 你要杀我, 也等我先笑个够吧。 说完云香捂着肚子哈哈大笑, 笑得无所顾忌。 男公爵脸色由轻转红, 渐渐憋成了通红, 终于也忍不住扑齿失笑, 扔下件哈哈大笑道, 他妈的, 本公子现在唯一一场败仗, 竟然败得如此可笑。 现在想起, 连我都忍不住要笑。 云香笑指南公爵, 学着他当日的语气说道, 云公子的六脉神剑果然天下无双, 我若不找到破解之法, 不敢再向公子讨教。 一旦有所突破, 定要再是公子的神剑。 哈哈, 不知你找到破解之法没有。 男公爵忍不住轻踢了云香一脚, 你小子如此卑鄙, 居然还敢笑我。 想起那日的情形, 以及自己苦思破解那无形剑气的痴迷, 他也不禁笑地跌坐于地。 苏明玉见一向冷力如剑的男公爵, 居然如此失态, 他也忍俊不住, 失声轻笑。 三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突然发觉一本正经的人, 也有如此可笑的一面, 皆忍不住放声大笑。 云香冒险告诉男公爵实情, 并不是一时暴冲动, 而是在学过千门识人之术的基础上的赌博。 虽然他料到男公爵能将剑法练到如此境界, 其胸襟绝非常人可比, 不会因受骗就愤然杀人, 但没想到冷力如剑的男公爵, 居然也能笑得如孩童般纯真。 望着笑得酣畅淋漓的男公二公子, 他不禁在心中暗叹, 没想到男公世家也有如此可爱之人。 云香与苏明玉离开男公府后, 来到熙熙攘攘的十字街头。 云香突然停步, 回头对苏明玉道, 苏兄,多谢你的帮忙, 我的事已牵一段落, 咱们就在此分手吧。 苏明玉忙问, 你不随我回金陵? 云香淡淡道, 我在扬州还有些私事要办, 需不需要我帮忙? 苏明玉又问, 云香微微摇头, 苏兄是君子, 我不想你过多地介入小人的勾当。 你骂我不是? 苏明玉忍不住给了云香一拳, 心知以云香的为人, 绝不会让朋友介入为难之事, 他只得叮嘱道, 那我就先回去, 你自己千万要当心。 若遇意外, 男公爵是可以信赖的朋友。 云香感动得点点头, 你放心去吧, 我会照顾自己。 目送着苏明玉纵马离去的背影, 云香心中突然有些惭愧。 他将苏明玉送走, 并不完全是为了不让对方为难, 而是知道自己接下来的勾当, 以苏明玉的为人不仅不会帮忙, 说不定还会阻拦。 他只得在心中对苏明玉按道一声, 对不起。 心事重重地回到客栈, 云香立刻对苦等消息的小伯吩咐, 你马上调集可靠人手, 去承西的药王庙埋伏, 明日咱们要做一桩大买卖。 墨爷的门下在扬州城也有不少, 小伯也知道如何与他们联系。 他立刻答道, 我这就去办, 公子放心好了。 待小伯离去后, 云香独自来到郊外一座荒凉的孤坟前, 默默跪倒在地, 含着泪, 对孤坟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 然后从怀中拿出洛家庄的地气, 对着孤坟缓缓展开, 在心中默默道, 母亲, 你看到了吗? 孩儿已拿回了群家庄失去的地气, 你泉下有知, 也会事情以欣慰吧? 不过这还远远不够, 孩儿不会让你永远含恨九泉。 黄昏时纷云香回到城中, 拉了辆马车, 将自己送到穷人聚居的南城, 来到一间破旧的老乌羊。 他将地气悄悄散入门缝, 听到门里有人询问, 他赶紧躲到一旁。 拆门枝呀一声打开, 一个满脸沧桑的中年汉子探头看了看门外, 然后捡起地上的地气, 满是疑惑地展开一看, 立刻爆发出一声欢呼, 举去地气就回了屋, 屋里传来他激动万分的高呼, 地气, 咱们落家庄的地气。 云香想象着族人受到地气后的惊喜和兴奋, 心中感到十二万分的畅快。 游离失所的落实一族, 终于可以回到祖祖辈辈所居的落家庄, 这总算可以告慰束缚的在天之灵了。 不过紧紧拿回地气还远远不够。 杭州城中, 南宫豪依照云香信听指点, 每日里只去青楼祭债流连, 互捧患有的寻欢作乐。 南宫放在暗处跟踪了他三天后, 终于彻底醒悟, 急忙对柳公全道, 咱们上当了, 中了公子香亦掉虎离山之计。 柳公全也有所醒悟, 却有些不解, 他将咱们掉离扬州, 有何目的? 南宫放弃及败坏地道, 不知道。 不过我敢肯定, 公子香这样做定有他的阴谋, 咱们得立刻赶回去。